亲爱的旅行者 鉴于明朝表现拉胯 原定4.7版本上线的体力上线修改 将取消上线改为导扣40点体力 非常感谢各位旅行者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为了补偿项目组劳动 每个旅行者将扣除原石1600 我觉得还需要补充一下 原石不足1600者将会变成复数 请玩家自觉上线打工偿还 玩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这种乐子风格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款游戏 可以让原神社区的玩家们 在一天之内实现360度的大反转 就是360度之后再转720度 最后再转了1260度 就在几天前原神官方发布了公告 经过原神的程序员们 日积业累不懈的努力 战斗在最前线的员工们 总算是突破了底层的代码 极力的上限将于新版本来到200 但是有意思的是 原神的玩家社区却并没有因此而感谢官方 反倒我们就打比方说 在外网国际服务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一连串的留言全都是谢谢明朝 随后不到一天 就在有伤的游戏上线之后 我们又可以看到在原神的官方的评论区下面评论暴增 在我现在录音的此刻 评论数居然已经突破3万了 而且基本上玩家们都在道歉啊 叫给原神道歉说 不好意思原宝 你知道的 我跟他只是兄弟随便玩一玩 那家伙不可思议 来大伙把太乐了打在公屏上 事实上就连我这种结晶程度极低的频道 我们都可以看到动态的其中一则亮屏说 说真的玩了一个上午 我家一个下午半晚上线的一下原神 从未感觉原神如此好玩过 再加上你去翻一翻我的动态 下面你就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玩家 都是有一种怒奇不争的感觉的 有不少玩家都表示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其实就我自己个人来说啊 一个游戏 他如果大家评价不好 但是他卖的好的话 那起码也还算是说的过去就是差强人意 对吧 可是我瞄了一眼全球排位 然后就发现其实整个市场大家都不太买账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为什么这些原神的竞品一个接一个表现这么的差呢 今天银河系最懂的博主将跟大家一起客观的分析 理性的去分解这个问题 所以下来首当其冲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反馈 其中有一点被很多玩家都提及了 而这一点呢 恰恰是我一早就这么说了的 那就是疲惫感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需不需要第二个原神 第二个问题就是原神玩家需不需要第二个原神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是有一点类似的 可但是他们却有一个致命的矛盾 首先这个市场需不需要第二个原神 我对此表示难以回答 因为这东西完全是成王败扣的 一个游戏能不能比原神强 答案肯定是能的 但是能不能做出来 它是另外一回事 这些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包括适当的人才能不能出现在适当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还得看那些资方会不会多嘴 会不会帮到忙 会不会逼迫团队去做一些跟风的低效率的业余的事情 钱有没有花到痛点上面 这些东西存在明确的偶然性 我们就不深入探讨了 可但是第二个问题 我可以明确回答你 现有的原神玩家 他们不需要第二款原神 这个是确定的 他在想想为什么我这么懂呢 其归根到底原因 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玩家 我会在玩家的视角去剖析一些问题 这个很致命 也很精准 非常非常精准 我在这里问大家 各位如果你还在玩原神的话 你愿意开一个原神的小号吗 你愿意从冒险等级一开始 逐步从头开始冒险吗 你有这个动力吗 各位老灯们 你们愿意重生成小灯吗 觉得愿意 非常愿意 常有动力的扣个一 觉得不愿意 谢谢了 世界级剧情 我过一次就够了的口 然后我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假如有一个新的游戏 他各方面比原神强10% 其他都跟原神一模一样 你愿意玩吗 刚刚打了二的玩家们 你们不要突然之间变卦 我说句心底话 昨晚我玩了一下 我感觉没有大家说的这么拉 可但是我明确的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那个画质啊 在iPad Pro上面画质全部拉满 还算可以的其实 可但是你们要搞清楚 我买iPad Pro 是直接点开页面 然后把那些选配项 全部勾满之后 直接下单的 那些数码区的up主 可能这样跟你吐槽说 iPad Pro根本就不是生产工具 可是对我而言 我是可以无脑拉满的 因为我是打游戏的呀 打游戏又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是真的可以理直气壮 全部拉满的 不就是一个半满命满金吗 可是一般玩家有我这个条件吗 他们能像我这样理直气壮吗 分个包一点都不现实 那个画质 但是我一看连iPad Pro 都有一点 后不太住的情况之下 我马上就明白了 在手机上面肯定要拉跨的 因为在iPad Pro上面 我都可以看到那个分辨率 有点不对劲 然后在选项上面 他也不敢开到120帧 就甚至我的iPad Pro 他还做了一些特殊的散热手段的 然后掉针的现象 居然有时候还是有点严重 所以我真的完全不意外 有这么多的玩家 在我的动态下面上来 就那里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说这里那里不行画面不干净 然后就各种马赛克什么的 说白了 就是对于很多玩家而言 他们甚至连这个10%都没有体验到 他们甚至体验到是重开了一个小号 然后还是90%的就是弱化版的原神 可但是即使绝大部分玩家啊 就我假设大家手上的所有手机性能方面 直接上了iPad Pro的M4 而且还是黑科技版的性能不变的情况之下 功耗是原来的一万分之一啊 就不会发热的 那他就会愿意体验一下这种原神小号的生活了吗 我对此表示非常的怀疑 因为其实就我自己玩下来啊 顶配的iPad Pro全部拉满的情况之下 玩起来其实问题不能说很大 只能说有瑕疵啊 因为原神在iPad Pro上面也不是完美的呀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玩家 切身的能感受到的 这个疲惫感它是摆在这里的 现在的现实是绝大部分的原神老灯玩家都是吊着一口气在那里 地图探索基本上已经是摆烂的了 不然原神也不会这里优化 那里优化 试图去push玩家推主线 对不对 这里那里给一点奖励啊 甚至之前加了粉球 还有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利点点之类的 也其实也是在勾引你每天小小的花一点时间主线推进一下 因为很多老灯真的就已经是在摆烂了 每天就躲在蒙德 躲在黎月做完每日就光束下线了 对不对吗 对不对吗 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个一啊 这个就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切身的在原神社区的博主 才懂的这个社区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线之前就在反复的强调这个问题 但是我承认啊 明朝我自食之中一侧到三侧都没玩过这么一点点 以至于有一些期望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居然是错误的 居然擅自期待了 在很多方面 你用屁股剧场都应该优化的地方居然一模一样 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这个问题是实际上非常非常矛盾的 你到底想出这款游戏给谁玩 给没有玩过原神的玩家们吗 二游市场就这么一点点 你想也不可能呀 还是说你想去抢一下原神现有的受众 亦或者说是已经弃坑了原神的玩家 如果后者也在你的目标范围内的话 那么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想抢原神的受众 他们恰恰是不需要另外一个原神 让他们重新去玩原神 他们还不如直接就待在原神里面 抱着自己那些囤出来的六命夜兰 六命福尼娜在那里摆烂 为何要重开又去探索呢 重新坐牢展一次新角色呢 凡是他总得需要一点理由跟动机吧 对吧 你总得有个卖点 你总不能这样说 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女角色穿的同样多 赶紧来玩吧 或者说我们这边的剧情也是八家 赶紧来玩吧 你在开玩笑吧 关于前者啊 这个我觉得明朝的建模其实是好一点的 但是这个10%够不够 我只能说如够 关于后者组线的剧情的质量 我也只能说进步的空间还比较的大 你们都知道我是资深的二次元游戏玩家了 在我看来二次元游戏大体上分为四类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说一下最常见的两类 第一类就是要带脑子看的 这类不好写 但是有10%左右的写手是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类是60%的写手可以写出来的 你们以为我要说不用带脑子对不对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 我说的更加形象一点 那就是卖萌的 说白了就是萌作 你写不出来有内涵的作品 那你就实际卖萌 起码受众 你的受众是接受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假如你请来的画师是顶级的话 人设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萌 非常的大 那我跟你说 这个70分就会变成80分 最近二游圈崛起的 成白境区 就有一点是典型的例子 当然他们家建模不能说顶级 可是人家服务的很用力 你招不住人家力大专飞 说白了就是你要么智商在线 你要么美工在线 我说更明确一点 就是要突出 要有特点 要有明确的受众 很多时候 其实一个产品最糟糕的情况 最糟糕的处境 就是他没有特点 其实游戏设计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尴尬的角色 往往是他什么都会一点 妈错 大错特错 什么都会一点的角色 他很强 最尴尬的是 什么都会一点的角色的上面 还有一个同样 什么都会一点的基础之上 每一项能力比他强5% 或者强10%的角色 说白了就是被全方位包围 那你就会成为绝对的 毫无争议的下位替代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仅仅是什么 游戏的美工呀 音乐呀 剧情这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就是先发优势 这一点原神实在太占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不如还偏刻一点 有自己的特色 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受众 那你反而还有可能成功 要搞清楚 全能跟平庸是完全两个词 搞清楚了这个原因 你就明白了 这个市场到底需不需要 第二个原神 老实说 在我看来一个归根到底 很明确的原因 就是这个市场真的 原神太久没有精品了 导致原神玩家玩原神玩了4年 基本上全神都是处于磨损的状态 这个疲惫感 他就在这里 你来的真的太晚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还没有特色 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刷视频 都是些什么内容 我看着就拉眼睛 你知道吧 玩家社区都在骂什么 内部爱 小震态学报 还有什么 鸟窗男 就你们连这方面都可以下位替代的吗 我真的服了 哎 我就 哎 这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是很大的失误啊 这么好的底子挺可惜的 库洛 应该早点找多几个像我这么懂的玩家 多探讨一下问题 现实的问题 这么明显的问题怎么就察觉不到 与此同时啊 我觉得绝大部分二游厂商真的需要多几个像我这么懂的去审核本本 你们不用来找我啊 因为你们多半请不起我的 应该说你们多半也不会给我开我看得上的薪水才对啊 出肯定是应该出得起的 但是你们需要像我这样的去审核去把关 就像少女前嫌恶的那种剧情 真的 你审核拿到我面前来 我马上就两眼一黑了 在此之前那些节奏啊 什么你怎么还在啊 我靠那种文本 你拿到我面前来 我会马上叫你滚 要么就你滚 要么就我滚就这么简单 写得出这种东西的人说不客气的 成分就有问题 三观跟价值观就应该回炉重造的 我哪有时间陪你慢慢改造三观啊 带着你的雪炮儿子滚就完事了 这种明明应该在最初的审核阶段就应该挡下来的玩意 是怎么做成游戏之后 测试完之后 起节奏之后 hold不住之后 被迫删了之后 重新做了之后 居然雪炮还在的 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这样瞎震疼难怪要搞这么久啊 钱再多也不够花的呀 滚就完事了 目前中文圈子的做二次元游戏的文案了 那个二次元浓度之低让我瞠目结舌 气得我都读对了 就在前阵子 我的一位好友这样跟我说 老董啊 神白禁区那个前十章的文案了 那个天才最后就是被库洛给挖走的 你们那个圈子就这么一几坨东西 倒来倒去是吧 我觉得各大游戏公司真的要好好的听取玩家们的意见啊 以后谁写剧情把名字亮出来啊 不一定是真名也可以 你把笔名亮出来也行 像一些九流的文案把游戏圈子搞得乱七八糟的 凭什么还躲在背后的 你是牛还是马还是龟 牵出来看看行不行 大伙评价一下行不行 写的不行就辞退 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圈子了 行不行 是男人就得负点责任 而不是任由他们在游戏圈子里面游来游去到处恶心玩家 二次元的剧情你要么就能够写出那种很受欢迎的大众文学像的文学作品 那你可以去写 如果你写不出来 那我真的建议你不如就老老实实卖蒙算了 老老实实明确受众 少作妖才是王道 最难受的是那种补上补下的 其次就是原生的精品跟原神太像真的是好事吗 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倒退 目前我建议啊所有的二次元手游制作人啊至少那个制作人的策划什么的 我严重建议你们同时入坑崩坏心穷铁道 你要玩原神没人阻碍你啊 你可以玩使劲玩玩到天长地久 我祝你们玩的开心玩的幸福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玩心铁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们可能老是想着去学原神 可但是现在业界的标杆就不是原神 原神的那些什么系统优化呀 文案的剧情水准呀 你算60分的话 星穷铁道已经自己学习进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原神的优化是反过来在借鉴新铁的阶段了 你们知道这些其实反而是切身实际在玩游戏的玩家都能够注意到的细节 我想绝大部分最近都在玩的玩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原神的优化怎么这么慢 都有一种着急的感觉 你就想比如说啊 圣衣物出来之后 为什么不加一个按钮标记上这个圣衣物是要溶解的 圣衣物直接分解成狗粮 为什么不行天天那个背包就爆炸 看着就烦 把公平打在真实上 现在已经彻底反过来了呀 所有的原神玩家内心都在想都在看心里面都有一感秤 知道原神在优化 但是却又很着急 明明知道他们会往着那个方向去做 但是他们就做的很慢节奏上落后性充电到几百个节拍 这个就是现实 这个就是现状 玩原神的玩家都已经在着急了 但是我恐怕绝大部分所谓的二优的制作人可能你们自己没玩游戏自己却还不知道这种玩家社区的交集感 我就说前面那个开头的画面 原神把体力上限从一百六改成两百 这个真的 你用脑子去想一下也不是什么超大的工程 对吧 为什么原神一改会导致这么多玩家在下面感谢明朝 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玩家现象 说白了就是大家内心都在着急 而这个着急呢 恰恰是玩家们已经把参照物给换过来了的一种明确的证据 我们就推一万步说那些蓝翔毕业的学长们说的对 那个原神毕业是老游戏有怎么底层代码之类的 哎呀 我一个学计算机专业的就跟你们说一个最明白事实吧 为什么常青藤毕业的学生更值钱 因为人家写的代码有更强的拓展性啊 简洁啊 更高效 更有教科硕士的美啊 像那些四流的程序员才会把一些简单的功能写成100行代码的 导致后续完全没办法优化 乱七八糟毫无章法 同事们看了都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所以底层代码难搞 他本身就说明了程序员的水平不行 那到底是谁的错 我问你们到底是谁的错 没错啊 是玩家们的错啊 程序员这么菜 你们怎么可以擅自期待擅自破防呢 这个位对不对 纯不纯 我问你们纯不纯 是不是99k金的纯度 我连这个都要解释我真是替那些文盲学长着急啊 那咱们退一万步说新游戏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吧 真的啊 原神算是60分的优化的话 星铁你可以说它是80 所以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啊 很多恶游你们不应该拿原神做标准 那是2019年上线的游戏啊 搞个66分的就觉得还可以了 拜托时代不同了 你的游戏理解已经落后于这个版本了 现在全球的经济局势本身也不好对不对 套快磨省不说 大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这么大的一个新地图 开阔的地图 加个骑乘系统好不好嘛 这么简单的逻辑 库若怎么就想不到呢 时间不等人啊 你不做原神5.0 他们说不定自己就做了 到时候你们反而成了罪赶者 这不滑稽吗 疲惫感的反应词是什么 新鲜感啊 你不往游戏里面多添加新鲜感 怎么吸引玩家 怎么吸引玩家 我问你 与此同时 随着星穷铁道的主线持续的发挥 我可以不客气的说 玩家们的胃口也不一样了 你端一个这种白开水剧情上来 还是老套路到处跑腿 点一下这个点一下那个 解一下迷 解一下4399 那真的不是10%的 画质就可以说过去的 老实说啊 二次元开放世界手游 目前看来就我感觉下来啊 问题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蓝色星园真的得好好努力 因为这个市场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完全不一样的市场情绪 跟2019年完全不同啊 我一再强调原神的成功 天时地利人和是缺一不可的 我曾经这样形容原神啊 就是那种从ps1到ps2 那种震撼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 就原神他上来的时候 你对比起其他手游 他是有明确的视觉冲击的 当年我从ps1到ps2的那个阶段啊 真的就是甚至还稍稍有一点期待 索尼说的ps3能够模拟地球是不是真的 当时就是觉得 哇塞这个飞跃这么大 那下一个世代还得了啊 但是随后你们都看到了 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一个技术瓶颈了 后面的新主机很难给人家带来一种非常明确的视觉冲击的那种新鲜感 原神的成功在我看来就是处于那一个节点上 现在后面新出的游戏 包括蓝色星园 我觉得应该去反思这个问题 后面新出的开放世界手游 你们要搞清楚你们是得不到那个视觉冲击红利的 你们作为新游戏我都理解啊 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哪些地方比一款2019的游戏做的要强 但是那10%真的不是视觉冲击 然后你们可能却还得面对原神遗留下来的问题 那种疲惫感 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米哈游现在也没打算做第二款开放世界手游 我意思是说连背心都没有 也许人会觉得那原神直接出个原神二不就行了 呵呵呵 你说的对 反正自家游戏里面就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吗 就在此之前 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说绝大部分的手游公司是绝对不会去更新一个游戏的引擎的 我说的是那种带价格歧视的抽卡手游 大幅度的更新 因为又花钱又吃力不讨好 做新游戏才赚钱 干脆出新游戏才是最快的捷径 当时就很多人拿崩坏三来反驳我 因为当时三二还没上线 说米哈游就是那么special的公司 结果证明了什么 结果却只证明了我说对了 这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 说白了崩坏三二能不能做好 他实际上也是能做好的 只不过投入可能要很多 但是米哈游可能在衡量之下 又想留着这个ip 又不想投入太多 就最后就投入也不够嘛 不管是人力还是财力 因为你预计他不会赚大钱 你自然投入也会非常的谨慎 最终结果是什么 双输很遗憾 这反而成为了一个经典案例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对原神二的这种想法是保持谨慎悲观的 那么我就更加难以想象 米哈游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又抛出一个新的什么开放世界系列 所以啊回过头来想想这个行业 这个业界 说白了就是开放世界本身已经不是版本答案了 你让米哈游自己来再做一个 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头疼 怎么解决疲劳感呀 他投入于阐出之类的各种问题 当然了啊 我自始至终还是那个观点 那就是二次元手游嘛 也不用太校正 你只要保证自己的文本剧情足够吸引玩家 人物的塑造足够的好 找到自己的特点 你的卖点也不是说非要开放世界不可 在今时今日 很多二次元行业的工作者 我看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很简朴的道理 那就是二次元作品 他的核心还是角色的塑造 说白了就是为爱买单啊 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说出来这种话 自己却忘记了 又或者说目前这一届的员工可能不太懂 那这种情况啊 那就你去多教一下 不是我的工作 开放世界的项目肯定要很花钱的嘛 很多公司我猜都是上了船之后下不来 但是相信我啊 核心还是那个核心 在美丽的外表 他也需要真实的内涵 游戏嘛 他是需要慢慢时间去打磨 大家那可不必对新游戏过于的着急 可但是还是要搞清楚 只有真金他才不怕火烧 他才真正经得起二次元市场的考验 把正确的方向找清楚了 你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同理啊 你找错了方向 你就记了一大半了 二游圈的有一些很多的公司啊 拿起精神来 不要像个恶愣子那样躺着 等玩家们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们应该证明自己的价值 听懂了吗 听懂解散 OK 今天这个关于游戏行业的视频 我们就先深入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分析 有意思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一下铃铛 帮助这个视频 一键三人关注我们的频道 而我继续带出去 有个友汉尽量的游戏咨询